而全球性的体育赛事 周五东京奥运正式开幕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宣布 2032年的主办城市揭晓 澳洲布里斯本 他是两次澳洲有城市 拿到奥运主办权之后的第三次 好我们来看的是 国际争相举办奥运 在这次的冬奥呢 整个赞助商突然转趋低调 也有人用崩盘来形容 因为日本疫情太严重 万一冬奥有个什么闪失 赞助商觉得这个回马枪 会使他的企业形象付诸东流 以后花再多钱也无法挽回 冬奥目前相对还是呈现冷静的状态 当然各国关心赛事跟金牌度 那么也许呢 在下周会立刻热情抖身 至少以明天礼拜五的开幕式来说 没有观众 那么预计出席的人950个 海外800人 日本国内150人 贵宾之一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已经在下午抵达东京 距离东京奥运开幕 最后倒数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在日本宣布 2032年夏季奥运 将由澳洲第三大城布里斯本主办 成为继1956年墨尔本 2000年雪梨 第三个办奥运的澳洲城市 布里斯本在消息确定后 也释放烟火庆祝 数百人涌入南岸公园 直播现场欢庆 不过目前澳洲六个州当中 有三州因疫情升温实施封城 也限制了庆祝活动 国际奥委会从2019年采用新制 由委员会按各国申请选择城市 今年2月给了布里斯本独家交涉权 让有意竞争的卡达 匈牙利和德国措手不及 国际奥委会对布里斯本现有场馆 各个层级政府和企业的支持 主办过大型赛事的经验以及宜人的气候都给予高度评价 过去能主办奥运 参与大会甚至成为赞助商 各国各大企业无不卯足全力争取 因为这是提升国家企业形象的黄金机会 但2020东京奥运因为疫情 连赞助都成了烫手山芋 沿了一年大小事都缩水的东京奥运 如今赞助商更怕因舆论反弹声浪 拖垮企业品牌 这回日本企业砸下破纪录超过30亿美元 相当台币840亿 就为了跟奥林匹克五环扯上关系 但眼看比赛在即 22号东京都新增确诊1979例 疫情持续扩大 几乎所有赛事都不开放观众入场 日本人口更只有约23%完成疫苗接种 民众被要求待在家 赞助商的活动瞬间瓦解 奥运最高级别赞助商之一 丰田汽车破天荒不打奥运相关电视广告 另一家赞助企业朝日新闻 更在五月的社论中呼吁取消奥运 原本该兴致盎然的主办城市 却变得死气沉沉 东京第四度进入紧急状态 餐厅再次禁止提供酒精类饮料 日本大型饮料商三德利社长坦言 没有观众的比赛损失很大 一项估算指出 无观众比赛会让日本经济损失13亿美元 相当台币365亿 其实不少日本地方赞助商 都希望能推迟奥运举办时程 不过赞助商之一的亚瑟士 保持乐观 他负责日本奥运代表队 和志工的官方服饰 在东京市中心开设体验中心 展示历年设计 包括1964年的东京奥运 部分专家表示 这回赞助商的短期行销 可能没有加分作用 但长期来看还很难说 恐怕也得看这场奥运 最终是否会变成超级传播活动 而一手主导东京深奥成功的 前日本首相安北晋三 也因为东京都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比赛无观众 将不出席23号的开幕式 TV新闻综合报道